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这个演艺的表现可以说非常的亮眼 不过这么多年来 我感觉到她好像一直想要抛开这个偶像的包袱 能够放胆做自己 但是这样子的自我风格 除了让她在演艺圈独树一格之外 她物理看花的感情也让大家对她非常地好奇 也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 各位观众 我们来欢迎朱小天 小天姐好 好 好 都是女生叫得比较大声 会不会你去的地方一定是这样子的了 成为这个女性影迷关注的焦点 会不会焦天 这两年比较少 已经比较少了吗 这两年比较少 为什么呢 为什么会这样想呢 这两年就 比较少出入 很多公开场 我觉得其实 你还是有点惊 你是 你对于上节目或者是访谈这件事情 你还是不太喜欢对不对 因为少做 就不习惯 就不习惯 对 可能就是如果 接下来那个戏的宣传开始跑的话 多一点 多一点就习惯 就会习惯了 好 我们知道这个笑天是大概在十一 十二年前 那么她是在一家居酒屋呢 被一位制作人 财志平小姐给向中了 对不对 所以你真的就是好像被星探给向中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还是蛮 你当时有没有吓一跳呢 我没有 你是说你一直等着有星探来发觉你 不是 不是 因为 我那时候工作的那个店啊 它是开到比较晚的 所以很多娱乐圈的 幕后的人都会在那边 都会去 那其实有 那一阵子就其实还蛮多 其他的人有在跟我说过 所以在财志平这个 开口跟你邀请之前 还有别人已经向中过你了 都 反正就是都有提过 类似这样的事 笑天 我今天看到你 我觉得其实虽然一般人透过你的 不管是你的戏剧 尤其是第一部就 等于是一个代表作 就是F4那一部 流行花园就红了以后 一般人看到的其实是 荧光幕前的你 对于你现实生活当中的朱笑天 或者是你比较内在的思维 其实很少有什么机会去了解 对 因为我自己也正在花时间 在了解 了解你自己吗 对 我知道就是你在比较小的时候 父母亲就会 好像就对你有不同的安排嘛 你好像大概几岁就被送到 新加坡去念书啊 大概 我想想看小学四年级 十岁 十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介意讲吗 就是那个时候 因为好像父母亲分开对不对 很早就分开 在之前就分开了 可是一个才十岁的小孩子 然后到国外去 然后你是住在哪里呢 住在寄宿人家家 寄宿人家是怎么产生的 他们有就是专门收一些 国外的留学生 那你觉得你去的那个家庭 是原来跟妈妈是认识的 还是不认识的 就去了才认识 是 好像是去了才认识的 但是因为没有差 因为我好像有记以来 就是我幼稚园就是 自己走路去上学 所以真的送去新加坡 我也只是觉得 就是换个地方一样 也是自己去上学 讲得有点心酸耶 不会啦 幼稚园就自己走路去上学 没有跟小朋友手牵手 或没有妈妈牵着你这样 就妈妈不在 妈妈都在都在国外 都在工作 他要忙着工作 那你会觉得有点 觉得说为什么我是这样子 你会羡慕别的小朋友可能 他们的家庭结构相对比较完整 或者是爸爸妈妈都会在旁边陪着 你会这样很羡慕吗 会 一开始会 后来就觉得没有意义 羡慕别人没有意义 因为 因为不会改变任何事实 但是校天会不会也是因为 你从小到大 比如说 你习惯了一个人要去上学 然后呢 你很长的时间住在寄宿家庭里面 其实那个小小心灵 还是会有很多挫折感的啦 而且在家里面生活 跟在别人家庭里面生活 是非常不一样吧 也还好啦 没有那么糟 可是我在想 十岁的小孩 毕竟还是一个十岁的小孩啦 那你到了新加坡去 尤其是第一年的时候 难道不会想家想妈妈 会不会想说 我要打个电话回去 可以吗 我都可以啊 其实都是只有 但是我 我本来就不是一个会 把及时的感情表现出来的 真的喔 我的猫 我的猫死了一年多 我才大哭 就是突然 突然想到被沟洞 然后他走的时候 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太 觉得太难过或伤心 但其实有 可是我没有 就不知道为什么 OK 然后那只猫是你很喜欢的吗 就是从小养啊 养 就是你一个伙伴一样 对 他走了一年之后 朱孝芊 突然有一天被牵动了 他才大哭一场 对 我在电脑里整理照片 看到照片 我才在电脑前面大哭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认为啦 他就是一个很自我保护情感的人 所以当下其实就算你难过 你也不想去想他 然后呢 你要保护你自己 因为你不想要 受伤 其实这代表你是很有情感的 我觉得其实我内在的情绪是蛮复杂的 但是因为后来我很早 我大概15岁 还在新加坡的时候 我就已经开始出来自己做事了 你在新加坡读了五年之后 你就可以自己出来做事情 就打工 就赚钱 然后就我其实是离开那个基础家庭 那你住哪儿呢 是一外面住放得住啊 所以很早就开始工作 很早很早 那15岁你在新加坡你能做什么呢 很多喔 我那时候做 最早的朋友做那个外汇 就是比如说你搬新家 对啊 外汇啊 就是你要办派对啊 外汇十五岁 你是说去端盘子还是你组 去端盘子啊 对嘛 去端盘子嘛 然后在那个五星级的那个 那个宝贝 就是宝贝 宝贝 做侍卖 所以后来才会有时候 因为打工性质嘛 有时候就一下子没写到 没有排到那个办表里面 就三天三夜都没有攻打 没有攻打就没有饭吃 你是说你三天三夜 可以不吃一顿饭啊 对 有时候我现在很怕饿 我会很怕饿就是这样 你真的问我怕什么我怕饿 你是因为很喜欢吃 所以才易胖嘛 后来又几次成长的过程都 应该要锻炼的时候都没有锻炼 都在工作 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 有一阵子就整个人 父亲走那一阵子 因为有点酗酒 你酗酒 我酗酒 很难过 因为我人在新疆拍戏 然后他在台北过世 我不能回来 我回来剧足一天要亏 不知道快一百万人民币之类的 OK 然后就喝了四个月的酒 甚至我知道你接演那个叫做什么 楚刘湘传奇 就是因为爸爸很喜欢 楚刘湘这个角色 对 因为应该 所以你是为他去接这个角色 应该是这样讲吧 其实我对我爸的印象不深刻 我是到十五六岁以后 才算跟他有接触 但我爸他也 曾经是很 算是个人物吧 民国六十八年 所以我出生那一天 他是 听说是儿子 是直接去买两台车 一台就双臂 就是你 因为生了你这个儿子 很高兴 双臂各买一台 各买一台 然后去医院去看我 哇 三十多年前 对不对 好像那时候台北市 没有这样的车子 对 所以说明当时爸爸的经济状况 跟事业其实是做得非常好的 然后也是 好像一夜之间就垮掉了 然后他本来个性就是比较洒脱的 我本来也没有管他 他就是一开始是生病了 然后去看他 医生跟我说 你爸大概剩一年吧 然后我也不讲话 我就好 知道 我也没跟他讲 我没有 其实我有跟他讲 我就跟他使说 我说医生说 你大概剩这些日子 自己看着办 他就 你也好冷静而残酷了点吧 因为他自己很清楚 他是吃喝玩乐到底的人 有一部电影叫 一路玩到挂你知道吧 对... 他是燃烧自己 燃烧到底的那种 所以他就 好 知道 就他就 医生说他生一年 就是他多活了五年 他最后是为什么 他生病 他是感冒并发走的 因为身体不好嘛 OK 然后一场感冒就 一场感冒走 我去看他 他说我大见已到 朱孝天大胆承认 自己是花心男 我觉得曾经 这段感情是很被祝福跟看好的 那到底是 没有啊 没有吗 我没有一段感情是被祝福跟看好的 你觉得你被人家误解最大的是什么 因为人家都说 哎呀 朱孝天 好多女朋友 然后女朋友都很漂亮 没有误解 沈春华Live Show 但是朱孝天你会去接那一部 楚留乡传奇 因为我知道你 你接那部戏的压力很大 因为楚留乡相帅 对不对 郑少秋当时演的形象 太深植人心了 所以大家会想 朱孝天感觉上你就是比较现代型 偶像型男的那一种嘛 所以但是你是为了爸爸 去演这个角色 因为我听到他就好 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很大 因为我爸一般来说 他算是个蛮潇洒的人 但天天我去看他 他说第一他说我大见已到 第二他说就是 把我画一画丢海里就好 OK 其实我能理解 全家人大概只我能理解 因为他爱旅行 对 他在海里他在哪里 他可以到全世界去旅行 然后我就觉得 就是 人生啊 我还不知道 自己有没有为他真正做过什么 或者是 我想说好吧 你喜欢楚留乡 我就去接 因为那个时期其实我 我有推脱过 不过我倒觉得 朱孝天今天几年之后 来讲出这一段心理旅程 我觉得还是蛮打动我的啦 因为一个跟父亲 其实从小不是那么紧密关联的人 他还是愿意在父亲 感觉上好像是生命的最后时期 愿意为爸爸做一件很明确的事情 我为这个事情吃得亏大 怎么说呢 因为后来 包括做法事什么 我都...我是到做法事时才回来的 对 回来后来因为他走的时候是农历 然后说那个东西什么 就是要不能摆正那个骨灰坛 觉得一定要有一个时间回来 自己要把它摆正 对 觉得那个时间一定要回来 为了回来又跟 就剧组那边也起了一些冲突 就是这个事情其实从头到尾 就是 其实照一般正常的逻辑来说 应该是会疯掉 那你没有想过爸爸妈妈 就你没有埋怨过他们吗 不会啊 你从小很认命是吧 我会觉得大家都是想欠 你知道吗 稍欠就对了 对啊 那 认分一点 乖乖的还完 以后就不用再背这些东西 笑天 我觉得这样子 你这种的从小的生长历程 还有你讲述你自己 对爸爸也好 或者是说对家庭 对你自己的一些期待也好 你会不会觉得 当你在面对感情这件事情 你相对会比较保留 不会 我反而是 很执着在感情 就是如果我有 确认我是真的喜欢谁 或是怎么样 我是很没有保留 那你没有碰到过吗 有啊 三十多年 怎么可能没碰到过 对 那你有尽心尽力的去 去追求 去维护吗 有啊 那他成功了吗 你就是这样啊 晴原是听天明 可是我觉得曾经 这段感情是很被祝福 跟看好的 那到底是没有啊 没有啊 没有吗 我没有一段感情 是被祝福跟看好的 你怎么知道呢 你怎么可以这样讲 我不认为耶 我觉得有很多人 不相信我们谈的是同一段 我跟妳讲的是 当然你说我们一般自己人 或是我们一般心态 比較健康 比較正常的人 当然是这么觉得 可是 当你身份是一个艺人的时候 OK 其实 我觉得站在媒体的角度 他根本就不希望你是好好相处 所以不管怎么说 还是会受到影响嘛 对不对 因为你还要花很多力去去抵抗 外面的这些可能负面 揣测 或甚至是破坏之类的 所以最终 选择平淡 或者是选择 继续这样混乱什么 都是个人的 一个想法 你没有办法去左右他 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还是有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曾经那一段就是 维系五年的感情 其实是很美好的 我看的时候我也觉得说 他不能够继续 真的有一点可惜 那当然了 我觉得人生 很多的结局很难去 去预先知道 是啊 那这样的结局也不代表 他一定就不好 那个过程反正 我觉得还是蛮美的 不是 我觉得是因为我 这样讲吧 就是大部分人 都以自己的逻辑 来揣测我的想法 感觉我遇到这种事 应该很受伤 很吃亏 应该很难过或怎么样 可是我觉得人生 不是这样子看的 今天 每个人生在画线嘛 对 有些人这样子画 对 有时候交错 有时候平行 你怎么知道线画到底 不是画在一起呢 还早啊 我觉得 你觉得人生的答案还早 你没有盖棺材 那个棺材盖 没有盖起来之前 所有事情不能下定论 哇 我听起来我觉得蛮激动的 但是我不想把他讲白 你知道吗 因为我觉得 笑天愿意这样讲 我觉得很好 我觉得他已经试着 把比较真实的他 跟大家分享 但是我希望他也保留一段 他自己的空间 那所以你觉得 刚才我的想法就 很可疑啊 什么可能一般人这样想 可是对于你来说 人生的事情是现在进行事 谁晓得他以后会走到哪里去 对不对 所以以你现在来讲 你的心情 没有什么叫做哀怨 或者是愤怒 或者是不舍 没有吗 那你 你胜人了耶 我的天啊 不是一开始就这样子 对不对 你有经历歇斯底里的时候吗 打落鸭是霍血吞 你用这句话来 解读那个感情的结果吗 对啊 就这样子 然后再去好好找个鸭医补鸭 因为我很清楚 自己被人家误解的东西太多了 多到我都已经 你觉得你被人家误解 最大的是什么 是你的感情观吗 因为人家都说 朱孝天好多女朋友 然后女朋友都很漂亮 没有误解 我的确是花心又好色 这不是我讲的 这是朱孝天自己讲的 不过他是在什么心情下讲的 这个我很难去意测 你觉得你是花心又好色 没有错吧 OK 在这个朱孝天的所有的生活里面 当然我相信感情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朋友呢 朋友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块吗 相对来说朋友少 所以也 就重色就清油了嘛 是这意思吗 他自己讲的 有这么一点味道 我大部分的朋友都比我还色 OK 好的 这棋逢对手 不过今天我们请到了这个 孝天的一个好朋友 他的 我觉得他的成长环境 跟朱孝天应该是非常不一样的 而且他们两个呢 也有一点这种 不打不相似的味道 为什么会变成好兄弟好哥们呢 我们来欢迎丁春诚 哈囉 春诚 秋夏天的礼物 让丁春诚超傻眼 你觉得他讲过什么 你觉得讲的真的很有道理 他不会直接告诉我任何事情的答案 没办法告诉你 就是他就拿了一个纸袋给我 他说这给你 我说是什么 打开 里面四本书 第一本 老子 第二本 庄子 第三本 好 春诚 这个以前来过我们节目嘛 好像你一开始 这个认识丁春诚的时候 觉得这小子怎么那么没礼貌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也不是说后来知道 他们是不懂 不懂啊 像以前我们 刚出来的时候 都会教育嘛 就是见到人要打招呼 是啊 演艺群有个伦理啊 对... 甚至包括家里面都会讲啊 就是见人要教或者怎么样 他们 后来这个 比较后期的人 好像都没有这个习惯 因为你 你当然应该算是心境能力了 如果你碰到这个叫做什么 朱哥 不是 叫什么朱哥 男兵啊 孝哥 还是天哥的时候 对啊 你总是要先开口打招呼啊 你没有打招呼啊 这个事情呢 就是要回收到 我第一次跟他拍戏 就是我们之前有一起 拍过一部戏这样 然后呢 因为那时候我们四个人都有演 不是 三个人 藍军天 我高里霞 就所谓的时尚F4里面 有三个人演的这部戏 对 然后跟他一起演 就是真正F4 对 他是大哥 他是我们 大哥啊 大哥 现在知道讲大哥就好啊 对 然后结果呢 重点是就是可能第一次见面 因为我是一个就不熟的人 我不知道怎么跟人家讲话的 那种 你是说你会害羞不是吧 我会紧张 会紧张 对 因为我觉得 他是F4耶 F4耶 大明星耶 对 他是F4耶 他是大明星耶 我不知道我要不要跟他讲话 他会不会觉得说你很...你干嘛 你是要来拍关系还是什么 所以我就会很避免这种事 我的生活也是这样 然后呢 就 我就没有跟他打招呼啊 那问题是你这个举动 就被我们天歌就记在心里了 对 然后事隔多年之后 他突然有一天 他跟我讲这些话 就是说 你知不知道那时候怎么样怎么样 之类的 然后我就才知道 我就跟他解释 其实我不是不理你 我不是没礼貌 我不是没礼貌 我是... 有点害羞 或者是反而更客气了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人 应该是很...很难接近的 所以我就尽量 遠离他这样 但是一旦熟了就很好 熟了就OK 当然熟了就OK 那后来你们两个 是怎么样变熟的 哪件事情让你们熟了 还是到现在都没熟 我看你们现在还一不很不熟 没有 就... 就刚好一起拍戏 然后就顺路载他 有车子顺路载他 两个人就车上就聊了... 然后就这样 就是你... 你开车载他 对 那还不错嘛 他还会邀请你上车 你看看 那你怎么没车呢 不是 因为我那个车 是为了工作才租的嘛 对 那他们车都放台中 我就台北来回 我一个人开也无聊 对 他是因为无聊才找你的 不是说他的... 想要顺便嘛 想要闲着也闲着 对不对 省点钱 省点时间什么的 就这样就下去 就跟他聊比较多 对啊 对啊 后来又 因为我 我这个人是这样 我不偿私啊 因为我刚出道的时候 也是碰到一个这样的前辈 他指点我 让我学很多东西怎么样 那我也是觉得很感谢 这个前辈是名人吗 是啦 可以讲吗 不要讲好 不要讲 谢谢他啊 为什么 他会害羞吗 算了... 前辈有点坎坷 前辈有点坎坷 好... 那这位前辈自己心里知道就好了 孝天生很谢谢你的 嗯 然后我就 也就一直在做一样的事情 OK 但是就是做了 可能做了十年吧 就被人家 被人家罵的成分 大过被人家感谢 我觉得他们今天坐在那边 都不太讲话了 很难妙的 也许男生跟女生在一起不一样 我女生在一起很少会这样 因为我后来才加入这个空间 然后我要先熟悉一下 然后并且我要先看一下 我可以讲到什么程度 她来我家 我们两个也是这样看电视 就是看电视要聊天 OK 那我学到一招了 所以女生在一起也不要那么累 一天这样嘎嘎嘎嘎嘎 笑不出 我又不了解 女孩子 女孩子凑在一起的时候 很累 老来这么多精神 我觉得朋友在一起 真的也不要嘎嘎嘎嘎 也很累 因为平常我们讲话已经很多了 但是有时候 你又要跟你的朋友 保持一点互动 对不对 所以在一起就是看看电视 或者是欣赏一个什么书本 都很好 太棒了 OK 好啦 那你们现在 你们两位就话就是说 最近有合作什么作品吗 没有 没有 一直也都没有 就是 我们知道那个孝天最近要 推出的是叫做什么 那个 《记得我们有约》 《记得》 你到底记不记得啊 记得 骗名要记得啊 那你记得我们有约里面演的 跟十一年前的那个 就是流星花园里面 F4那种花美男的 应该有不同的挑战了吧 大部分都演第二代 就是有钱的富二代 有钱的第二代 大部分都演 那你知道丁春城真的就是 有钱的第二代 我知道啊 是富二代 我很好笑 因为我去年在内地也演了一部片 就叫富二代 就叫富二代 然後我就说 我就说 我是富二代 本人也是正富的富 我也是富二代 你也是富二代 就是正富的富 OK 所以那个孝天 你面对这位这个小老弟 对不对 然后他其实 他其实就是 也有他自己的才华 可是他的成长背景 跟你是非常不一样的 那你会觉得说 看到他们这种真正的富二代 会有点觉得说 你们哪里知道人生的辛苦啊 会有这种味道啊 不会 我觉得一样 他有他的业 人都是这样啊 我从来不知道 朱孝天是这么精神的 就是很灵性的人耶 那 春城 你的业是什么 你要不要直接坦白从宽 我的业啊 就是我到现在也不知道 他说我的业是什么 不过... 不过一路上来 他倒是真的提点我很多事情 要叫我注意我很多事情 然后再教育我很多事情 比如什么呢 你觉得他讲过什么 你觉得讲得真的很有道理 给你来讲就是说 有很大的这个收获的 就有一次影响很深刻啊 他就跟我讲说 我们在聊天 讲到最后 好像有点点生气吧 他说我不要跟你讲啦 他 他生气了 我不知道怎么跟你沟通 他就说我不知道怎么跟你沟通 然后他说好 就这样 他就不讲了 不讲了之后 他说过了三天 他说打电话给我 他说天辰你在哪 我说我在家啊 怎么了 他说我有东西要拿给你 过来拿 就叫我过去拿 然后啪 就挂掉 我又开车过去 我又开车过去 我想说什么东西 然后又过去拿 就是他就拿了一个纸袋给我 一个成品的纸袋 然后他说这给你了 我说这什么 一打开 里面四本书 第一本 第二本 庄子 第三本 孔子 还有孟子 四书 我说那五金呢 对 五金下一部给你 我还是找那个漫画版 对 她说这个你比较看得下去 很难找 你那个四书里面 那个是漫画版的 漫画版 那个早期 早期蔡志冲画的 我很小 我大概十岁就看过 她说她自己也很喜欢看 所以她觉得 而且我觉得很多东西 我都还没摸透 里面讲 那我比较好奇你的态度 春春 你拿到那四本 孔子 庄子 老子的时候 你的反应是什么 我就拿回家 把那个书拿起来 然后放在我桌上 然后放四本 然后我就这样 老子 孔子 庄子 你们好 各位夫子好 然后我就 就 我现在该要做什么 这是我的答案 你要打开来看啊 你要做什么 不是 这是她给我的答案 但是她给我的答案是 射保 对 你懂我意思吗 这是她要我自己find out 对 她不会直接告诉我 任何事情的答案 没办法告诉你啊 她不会告诉我 不是 这个 这一对很深耶 道可道非常道 道可道非常道呢 所以我常常就说啊 累了春春在家里 就是如果她活在古代 她已经是一个 龟隐三宗的人 然后是个血丝 然后每天喝酒 耍箭 就是这样的人 像这样的人 就是这样的人有可能 一定是 冰春成精心装扮 被朱孝天猛亏 她对外表我会比较注重 我其实是很邋遢的人 但有时候看看她想说 其实 其实我有被她已经换个衣服 可是我觉得注重外表 Why not 她很精心 你不要看她从头到尾 她连脚放那个结 她都是精心设计的 但是她是时尚 孝天 我跟你讲 丁春成就像你说的 她有她的功课 她有她的思维 她最近做了一件事情 你好像去哪边流浪回来 对啊 去泰国 还有哪里 云南 香格里拉 德卿 然后泰国一圈 你是一个人吗 一个人 你是真的是背包客 背包客 你不是住五星级大饭店 真的不是 你没有人 你爸爸没有人派一个秘书 跟一个司机给你 基本上他们不知道我去哪儿 OK 因为我也没有跟他们讲 那我只有就是 每一站要换到下一个点的时候 传简讯跟我妈说 我从来到哪里这样 我平安这样子 然后印象很深刻 我要去之前我跟她讲 就是她的反应超冷淡 她怎么说 她说 她挂掉 她说 我就又看了手机一次 你知道我常会 她讲说你很无聊 然后她就啪 就挂掉了 就这样 小婷 你有时候很冷酷耶 你可不可以成熟一点 不要再那么幼稚好不好 挂掉 她去流浪 她去做背包客 这件事情对你来讲很幼稚吗 我跟你讲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她讲到底 她还是去做给别人看 你意思 你意思 丁春成的业就是 因为她自己是一个牌子 对 所以她变成说 她有一个包袱在身上 所以她常常出来 都要表演出来 她是一个品牌 对 这是她的业 她很多包袱 她比我还抛不开 不 好 请抗辩 请抗辩 然后我跟你讲 为什么 这事情我早就干过了 就是去流浪这件事情 去流浪去 那你以前去流浪 也是流浪给别人看 我不会让人家知道 我知道都不会让人家知道 那你是说她不应该告诉你 所以无聊 我也不会去 我也不会去po微博 我只是怕她很想我 我也不会去 我也不会去行求别人的认同 你知道吗 我完全不在乎别人怎么看 对 我只在乎我自己 就真的双脚去走过那个路 然后去体验的那种感觉 那所以 你会不会觉得说 因为她从小被保护惯了 对不对 衣食无语啊 你心里面会不会对她 也有一个所谓的刻板印象 我是这样觉得 就是 她有比我坚强的地方 也有比我脆弱的地方 反之亦然 像我是这样子 没在外面怎么走动的人 我很少很少出门 可是基本上 认识我不认识我的人 大家认识我的人比较清楚 就是外面的传言很多 关于我的不好的事情或怎么样 其实我也就 是接受 也就这样 因为我觉得 那个事情本来我就处理不好 就是人跟人 这个怎么样 该什么 她就做得很好 她在外面忙得很 我忙都在忙你的事好不好 工作之外 她自己生活也是多彩多姿 只要交友又广阔 你知道自从 我叫她大哥那一天开始 只要有人跟我讲 她的事情什么之类的 我就会说 如果你不是当事人 如果你不够了解 请你不要这样做 我会很生气 她做得很好 她在外面 这样子交友工作 其实没有听过人家说 她什么不好 都很不对 对 她对外表我会比较注重 我其实是很邋遢的 那我说看看她想想想 其实 其实我有被她以后去换个衣服 可是我觉得注重外表 为什么不 你可以注重外表 就是因为 因为我是很极端到不注重的 对 那也很OK 就变成说看看想要再反省自己 这样的确不好看 还是 那你觉得她今天穿这样子 有非常注重吗 她很精心 你不要看她从头到尾 她连脚上那个结 她都是精心设计的 所以呢 朱孝敬有好好的摊 太夸张了 我跟妳讲 她连那个结的位置 那都该怎么摆 大小 那两个弧度怎么摆 包括她要露多少 多少 而且不能够看到白色的袜子 就迅掉了 一定是没有袜子的 她是有setting的 有setting的 包括这一个衬衫要 要几颗扣子不扣 诸如此类的 是这个意思 OK 但是她是时尚F4 你要她怎样 F4啊 我没有时尚F4 OK 丁春晨做你自己 That's fine Be yourself 没有 我觉得那些很OK 很OK的啊 因为每个人的天性不一样 我看你这样 我觉得看着 我觉得也很高兴啊 对不对 就很帅嘛 很好看 就其实某方面来讲 如果我们把本性拿出来 对 然后他去谈声音 我去谈声音 搞不好是他谈成 好啦 所以这个大哥到底是一个 好相处的人还是一个 是一个难缠的角色 春生 你说一句老实话 你不要怕 他 绝对是不好相处的人 绝对是不好 我今天访问他一天就知道 这个人难怪会没什么朋友 他不是难相处 对 他只是讲话很实在 就是讲话太实在 就会变成这样 对 然后就包括我的生活的态度 我面对工作的态度 我面对家庭的态度 甚至他连我的家庭的态度 他都会就是教我 你知道 我电影哲 你真的不能这样 你就是 偶尔要跟你爸爸出去吃个饭 什么不要忙自己的事 他爸还跟我告状 真的啊 说他跟你在一起的时间 别跟他在一起的场 不是 他说 出来赚钱那么久 都没有请我吃过饭 我听得好心酸 我电影哲 你弄不起你爸吃饭 不好意思 因为我爸平常很忙 所以我要跟他一起揍他 一起吃饭的时间 没有啦 我觉得我想 我想跟他讲的 因为是这样子 我自己跟家人 其实我觉得那是不正常的 只是因为是我是这样的 对 没有错 那其实我不是说我不珍惜 我是看到他有时候 这么好的东西在眼前 可是因为你每天都有 你变成说有时候 他会有一些排斥 那我总算听到了一点 我觉得其实朱孝天 作为你口中的大哥 一个真正对你一个正面的影响 虽然他自己相对是比较缺乏的 可是他却鼓励你去珍惜他 去拥有他 这个很好啊 而且今天 朱孝天他跟我们分享了很多 他心里面的心路历程 其实他跟他的 因为爸爸已经往生了 对不对 妈妈还在嘛 对不对 那跟妈妈也好 他还有很多的家人 其实是非常关心朱孝天的 那朱孝天面对他们的时候 他们平常的互动是怎么样 在朱孝天的心里面 这一块亲情的部分 他是如何来解读阐释的呢 我今天还有一位 特别来宾 这个呢 就真的可以叫做神秘嘉宾了 请你不要偷看好吗 你都偷看那边啊 你不要 那边 你不要看那边 那边是给我看的 你看卧 看卧就好了 对 今天除了丁春春之外呢 我又帮他找到了一位 你的神秘嘉宾 OK 我们来欢迎 这个是朱孝天的表弟吗 表弟 宥磊 来 我们欢迎他 哈囉 宥磊你好 欢迎你... 来 那宥磊 你们极下好了 好 你坐中间好了 极下... 这个熟了吧 这熟... 这熟了吧 来...表弟 你自我介绍一下 你们两个的关系是怎样 关系喔 对 关系非常稳健 就是 关系非常稳健喔 就是哥哥啊 这样子 哥哥 对不对 所以你的谁是他的谁 我的意思是这种关系 我的爸爸 他爸爸是我舅舅 舅舅 所以你要喊他的爸爸舅舅 對不對 好 这一位表哥 你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表哥 他还... 对你还亲切吗 他严格喔 他也是送你这种什么老子孔子 不是... 他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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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严格但是他其实 都是蛮照顾大家的 蛮照顾大家的 OK 那今天舅舅没有来 但是我们有访问的舅舅 我们来看看这段影片 小天儿 自从我们到新加坡念书那几年 你妈妈为了你 跟你妹妹两人的学费 及生活费 日子其实过得非常非常的辛苦 经常哭得 连哭都哭不出来 从小看你长大 一直以来 我都当你是自己 儿子般的看待 看到你从一个默默无名的小胖子 到成为家喻户晓的国际大明星 救救深感荣心 并以你为荣 再次祝你演艺事业的顺存利利 继续发光发热 并祝你身体健康 最重要的是 精神要快乐 你爸有点讲硬 因为他是军人吗 好 怎么样 笑天说一说 你看到舅舅讲这段话的感想怎么样 这还蛮好笑的 他平常没那么讲硬 他平常没那么讲硬 我跟你讲 你说好笑 可是对于舅舅来说 他为了要帮我们录这段话给你 其实他的情绪他非常的激动 你知道吗 因为他对你 其实他心里面 除了对你的爱之外 还有就是对他自己姐姐的关心 这个舅舅想到了朱孝天 当然也想到了这个孝天小的时候 孝天的妈妈很辛苦 其实他就一度情绪有点溃体 我们来看看这段影片 谈到孝顺母亲 朱孝天感慨痛哭 你跟妈妈之间的亲情跟互动 这个是你自己可以掌握的啊 我觉得有时候孝顺是一种承担 是啊 我们来看看这段影片 他们妈当年幸福没有白白的幸福 所以我也想他继续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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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妈他今天光终要是 嗯 对 作为一个父母来讲的话 我觉得 应该是很欣慰的 嗯 对 作为一个父母来讲的话 我觉得 应该是很欣慰的 我看 他妈妈这个是很欣慰的 还是啊 我这个不定 我看 我看 因为 因为 他以前真的很欣慰 所以 就是 有个错误解啊 不行 我真的不理解 就是没关系 谢谢你 谢谢你 他真的没哭过 他真的没看到他哭过 他妈妈 在一边都没有哭过 我都哭不哭了 我从来都哭 他妈妈 这是太神奇了 好 老师 好 好 好 效天 看到舅舅刚才那一段 真情流露 好 你还记得吧 刚才你在 接受我访问的时候 说 你有一隻非常喜歡的貓 牠死了一年之後 你才有一次被牽動 然後你大哭了一場 那舅舅是從來沒有哭過的人 對不對 對 又蕾知道嗎 可是牠卻在 為你要錄這段影片的時候 也許在那麼多年前的情緒 牠那一天才突然爆發出來 因為牠覺得媽媽太辛苦 所以肖天 你覺得呢 我 怎麼講 就對我來說還是一樣啦 該做的事就是要做 那... 你跟媽媽的互動呢 就... 就這樣吧 反正我覺得 慢慢走下去慢慢再看 因為很多時候 不是我想改變什麼 什麼就會改變 I know 對 對 對 就只能這樣子吧 但是你跟媽媽之間的親情跟互動 這個是你自己可以掌握的啊 你們有機會常常在一起聊聊天 或者請牠吃個飯嗎 很少 基本上已經好幾年沒有跟牠捧面 為什麼呢 比較複雜啦 因為 有時候孝順啊 不見得是 沒有關係 我們家人都還滿獨立的 所以 對啊 就跟親情表達的方式 都比較不太一樣 是比較不一樣 對 有時候孝順不見得是 替父母做很多事 或者是 一直陪在父母旁 對 對 沒有關係,孝順 我覺得有時候孝順是一種承擔 是啊 反正大家都是 上嵌的 照點人命還完的 不過孝天 我覺得其實在很多情感的表達上 我覺得我們有時候就是讓牠表現 有什麼不可以呢 你懂嗎 也沒有啦... 因為 我覺得每個人的方法 跟環境 跟角度都會不一樣 其實當你願意表達的時候 你那個解也許就解開了 也不是個解啦 我覺得有些事情是這樣子 就是 只能做 不能說 說了就不是那麼一回事了 其實我 某種程度上 其實我承擔了很多很多很多 等於我把自己父母的眼都背在身上 我 我倒比沒有怨言啦 就覺得人生是這樣 就該是這樣子 那 就看 時間怎麼對我 那宥蕾我知道其實你非常 尊敬這個表哥 你也希望他更快樂一點 今天我也很謝謝你 也謝謝這個舅舅啦 因為他真的 幫我們錄了這一段給孝天的話 然後又來又到節目當中來 我覺得你要不要 給表哥講幾句鼓勵的話 或者祝福他 讓他開心一點我覺得他 我覺得他平常就活得滿快樂的 OK 因為有時候 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對啊 不要那麼多 生活不要那麼高的EQ 有時候沒有一點EQ 其實是比有EQ的人來得幸福的 你這句話講得非常好 我們不是什麼時候都要把 所有的事情把它安排得那麼好 把它控制在一個相對 非常理性的階段 有時候瘋狂一下也沒什麼關係嗎 我給我這個人很平易近人 Let it go 我這個人就是會過啊 那很好啊 我為什麼一直 那麼一直拚在這個中間值 就是因為 我本來就是很極端的 如果我不拚在這個中間值 其實兩端都是很毀滅性 那就不好 所以就是尋找一個中庸之道嘛 我覺得生活就是這樣啊 其實就像笑天講的 每一個人都他自己的難關啦 但是你不覺得 生命的歷程就是這樣子 我們才尋找一個相對 讓我們自己也讓別人 可以比較平衡的 比較自在的一個方式 對不對 最大的就是把心安住而已嘛 對啊 好 春誠 作為一個兄弟 你要不要也給笑天幾句話 對不對 叫他以後不要隨便掛你電話啦 我 我對他要講的話 我覺得應該就是 反正我也講過一句話 這句話我沒有跟你講 但是我有跟別人講過 就是跟我們的家人講過 就是 我說 他說 我想 朱夏天這輩子 可能是我的責任 你的責任 真的 為什麼 真的 不過 因為話不要亂講 沒有沒有 因為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覺得 不管到怎麼樣 就即使他在 對我做什麼事情 因為他常常就是 在很多人面前 講一些很直接的話 然後我會覺得 你要去收拾那個後果 不是收拾後果 是他講我 跟別人講 然後我就會 心裡就會有點不舒服 但是 我不舒服的當下 我也不會在任何人的面前 對他 就是頂撞 或是表現出我不願 我會馬上離開 他真的對你很好耶 我會馬上離開 因為他講不過我 我不是講不過他 那你為什麼要成口舌之快呢 做的是那個心啊 沒有 他也可以試著講過你啊 訓練我們的抗壓器 從乳不驚 然後我就會摸摸鼻子走掉 然後調整好情緒 然後再進來 OK 不然的話 失落感那麼大 他們怎麼去處理 因為我經歷過嘛 OK 我現在是一個人家讚我媽 我都沒有什麼感覺 我覺得這樣好自在 真的 可是我看他們 他們都會還有這種包袱 你知道 人家覺得我 人家覺得我 對 對不對 但是那是經歷啦 那是過程啦 對不對 我們也不可能太快 成為一個完人 也不需要嘛 不需要 不需要 不過我覺得節目到最後 我真的聽出一點味道來了 我一開始在訪問他們 尤其是丁春晨跟這個 朱孝天的時候 我真的以為這兩個傢伙 可能友情不是很好 常常對衝的 可是我現在才知道 原來他們是如此欣欣相惜 就是說 其實在 我覺得在演藝圈裡面 可以有這樣的朋友 是非常不簡單的 我覺得要好好的珍惜 今天很謝謝又蕾來 也謝謝春晨來 那我覺得呢 我還是希望這三個帥哥呢 日子要過得健康而開心 因為不管怎麼樣 在人生的這個舞台上 你們相對都是天之交子了 就是說都有自己發揮的空間了 所以我們好好的珍惜他 謝謝你們三位 拜拜